科本在研究了相关的案例之后 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NHL收买北美的部分脑神经专家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作为北美最赚钱的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之一 组委会财大气粗 影响力巨大 为了保住火爆的收视率 他们扑执手段 坚持冰球斗殴这项传统 科本知道 如果凯利一个人发起对NHL的诉讼 很难获得舆论的支持 最有效的是联合诉讼 为此 科本联络了这30年来去世的NHL职业球员家属 在他的努力下 集结了310名球员的家属 另外 他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 详细地介绍了这310人生前的情况 以及死亡前后发生的事情 这天晚上 凯利吃过晚饭到小区的绿岛散步 突然一个黑影从她的面前闪过 来不及躲闪的凯利被瞬间拉倒 开始 她以为这只是一件偶然事情 可是当天晚上 当她登录自己的邮箱时 一封恐吓邮件弹了出来 如果你现在放弃调查艾文的死亡原因 我们可以给你100万美元 否则就不仅仅是碰到这么简单了 警告你出门小心一点 凯利把威胁邮件发送给科本 信任他们的心里有鬼 如果我们就此停手 就如了他们的意了 凯利再次收到了威胁邮件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凯利出了上班尽可能的减少外出 可是尽管她小心翼翼 在吃午饭回公司的路上 一个黑衣男子把一个手提包塞到她的手里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个爆炸物 凯利当机报警 方报警察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拆除了炸弹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恐吓 很快在科本的联络下 一场联合诉讼声势浩大的开展起来 并在网上发酵 作为最大的职业体育联盟之一 NHL本该保护球员们的人身安全 然而他们却为了商业利益 一而再再而三地 指使某些医学专家站出来 弱化 甚至掩盖冰球斗殴 可能给球员带来的忠实伤害 然而科本低估了NHL的能量 加拿大脑振荡研究中心主席 面对镜头 意味深长地说 我现在不被允许回答这个问题 你可以去问我的同事 但我不能回答关于冰球联盟 和CTE的相关问题 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信息来源 凯丽愤怒了 在一次冰球比赛中 就在赛场上几乎上演着全武行的时候 她举着丈夫的遗想冲进了赛场 虽然她很快被球场外的保安架走 但是她冲进赛场的视频 还是被人上传到了网络上 然而没有人想到的是 这不过是凯丽的苦肉计 她要把媒体的目光 全部吸引到她的疯狂行为上 好让对艾文大脑的第二次检测 不受到外界的影响 这次负责检测的 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CTE研究中心主任 检测分为两个步骤 进行多区域的周密分析 两天后 检测结果出来了 艾文的大脑毫无疑问 显示出生前罹患CTE的迹象 凯丽的直觉往往是最正确的 她和艾文过了这么多年 行为上的怪异 往往是大脑病变的结果 没有她对直觉的肯定 恐怕很难有推翻之前结论的机会啊 面对截然不同的再次检测结果 民众沸腾了 参与诉讼的球员家属拉着横幅 在NHL办公大厦前游行抗议 面对舆论的压力 纳辞的辩解令人瞠目结舍 我认为艾文没有CTE 我甚至不认为 CTE是一种病的说法 这只是一种生理状态 根本不是一种疾病 然而 就在凯丽认为联合诉讼 成功稳操胜券时 一个月后 大部分球员家属 却纷纷宣布撤出联合诉讼 凯丽在新闻中得知了原因 原来NHL拿出1900万家园 补偿这些球员家属 稍微让凯丽安慰的是 还有几个家属拒绝领取补偿 目前相关的法律诉讼还在继续 但愿这场诉讼 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更希望未来的NHL赛事 能真正地做到 以人为本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